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也体验茶农们的辛劳 既然来到东山湘这个茶叶文明的地方 那我们真的就是要全副武装好去采茶啦 但是怪你这个黄鼠狼 到现在还没给我出现 我要一个人带罐出征去采茶啦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 香雨永鸡茶叶的茶园 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老板 这位就是我们的刘老板 老板你现在在示范 对 我要来摘这个茶叶 那你现在在示范 大婶 我们在录影 惠宜 你什么时候来的 她是我干爹啊 真的喔 所以我平常趴菜叶的时候 就没有通告的时候 我都来这边采茶 是干爹的全部呢 所以我跟你讲 这边的心血很好 真的喔 而且你知道吗 我看观仪这么多次 她是一个百变女王 这身装扮真的是最适合你的装扮 所以以后我上通告就以这个造型跟大家见面吗 对 你跟老板这边采茶叶是不是 对啊 我在这边学到很多耶 要什么采 要什么采 教我教我 对啊 像譬如说 什么一般我们听到什么一星二夜 对不对 然后呢不是这样随便就说 你采茶的知识还有特别的喔 会伤害到这个茶叶的本身 这个茶叶就在是我们 你看因为茶它生长的过程 它这个一星有没有 嗯 特别说它有成长的空间 对 所以说但是我们再是不再这么长 就这么长 老板大概会再叫你吃自己 对 再是在一星三夜 要你的大母哥我们去夹枕 OK 往上争 所以像是像这样对不对 一星三三夜 对 不是 对啊 一星 是吗 对不起我弄成一星两用了 对 你一星二用要一星三夜 一星两夜 那这个不行 嗯 为什么它这么矮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故意把它矮化 如果说你这样一直任期生长的话 它比人还高 哦 下次再采就像猴子一样 所以你就是变得很难采就对了 所以要特地把它种矮一点这样子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一般茶叶它盛采季节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们茶正常的生产它春夏秋冬各有一季 那你夏天它比较特别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所以说它生长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下季有两次 所以说一年四季里面它可以采一次 哦 所以茶叶是唯一哦 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不是像一些水果是季节庆的那个 或者是稻子是季节的 是一季一季的 老板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茶叶都是要用草的吗 对啊市面上的茶是用草的啊 但是它有分生茶收茶有发酵茶有没有发酵茶 对因为我很怕生茶 因为喝了会睡不着还会茶醉 哦对耶 是这样子 很严重我也是啊 我是对那个茶的咖啡因就很强烈这样子 对所以生茶的咖啡因比较多还是什么 你要让观众朋友可能 其实我们茶叶在发酵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发酵就是绿茶 绿茶是没有发酵叫绿茶 没有发酵 就是没有经过太阳曝晒就是绿茶 对我们直接采收回来 这是我们刚才采收回来的茶 直接采收回来就直接来杀青 那就是绿茶 杀青就是我们要炒的动作 那个叫杀青 那我们茶叶如果说要经过发酵的过程 就是你采收回来之后要经过日光尾雕 那日光尾雕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说 因为我们茶叶采再回来 经过日光尾雕 它最大的作用是让它快速的散失水分 但是它散失水分的重量 大概是我们茶叶里面的 总重量的6到8%而已 所以说你在晒的程度的时候 你要控制得很适当 对 因为我们日光尾雕 不是 那我们日光尾雕的过程 你在晒的过程 如果说你晒的不够 或是说已经晒的过度 过度的时候 它做起来后面做的那种动作 要全部都要改变 哦 了解了解 所以呢 有分未发酵跟已发酵的 然后深茶跟熟茶 嗯 深茶跟熟茶是后制的过程 嗯 那我们普通做起来都是深茶 它不叫熟茶 所以等一下我们茶完之后 它就是深茶 它是绿茶 真的隔行如隔山 对啊 茶的世界真的太深奥了 其实刚才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茶叶它的学问是万底深坑 真的 真的 我们已经做茶做了三十几年 我们是不断地在学习 因为茶它的变化性太大 嗯 我们普通的发酵茶 制茶的过程 它可以分六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我们去采收 嗯 第二个就是聚光尾雕 第三个就是室内尾雕 室内尾雕 室内尾雕的话就包括发酵的过程 嗯 那你发酵完成之后 再来经过杀青 杀青 然后熔年 熔年 干燥 干燥 这六个步骤 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喝到的那种茶叶 对对对 但是我们茶是天时地利人和 嗯 因为我们夏雨天不摘茶 嗯 跟种葡萄好像哦 夏雨天摘的茶 最主要是说它含有水分 对 你茶叶做起来是没有什么香气滋味 嗯 那我们茶的价值在它的香气跟滋味 来论加 跟人比较不一样 人要补充酵 你蛋白要有很多水分 嗯 那茶叶不需要 哦 其实茶叶最主要是在做的过程 嗯 哈 那你发酵的过程 每个人做的手法都不一样 所以说茶要天时地利人和 哦 天地人三者要相不相成 嗯 然后你刚才做茶的六个环节 每个环节要环环相扣 嗯 你做出来的茶才是一个很完美的茶 对才能变成所谓什么冠军 比较顶级的茶 对对对 好深的一门学问哦 但是你茶是它里面的变化性很大 嗯 你只要里面的一些些微的小动作 没有做好 或是说你做的那个有点过度 你做出来的茶 它就是有一点点的缺点 怎么会有这么任性的植物啊 它就变坏孩子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好好的教育我们这些好孩子 对 对 辛苦 总算要有代价了 这些茶叶要媳妇熬成婆了 对啊 而且经过今天啊 我们这个采茶的整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才了解到真的是行万里路圣读万卷书耶 对 因为我们没有实际来体验就 就学不到课本里面学不到的事情 对啊 像以前什么生茶熟茶 什么有发酵茶跟没发酵茶 我们只知道花钱去买茶 对 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要好好珍惜 每一页的茶叶它是真的有生命力的存在 是的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跟冠宜就要来品尝我们胜利的滋味 对 你看 那这个绿茶是我们刚才 这个是我们刚才做的茶 这边揉这边做 然后的菜 我记得这个绿茶就是说你带回去之后 记得你在泡的时候记得温度要降低 为什么 因为你温度太高很容易 把茶叶的苦涩只能把它逼出来 OKOKOK 所以说我们泡普通的发酵茶 你可能温度要到100度 没发酵的茶要用温度比较低 泡绿茶你大概温度70到70度来泡 好 这样子它的苦涩怎么会比较不容易靠出来 泡绿茶比较好喝 现在请老板为我们倒茶 好棒喔 而且你看它这个茶叶真的是一丝一丝的 像刚刚老板说的 你看它那个茶的颜色根本就是金黄色 对 这杯茶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终于诞生了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你的小孩 诞生的过程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边好好体验一下 从采茶的过程 一直到最后 我们可以喝到这么干甜的一杯茶 真的非常棒 是的 那够好玩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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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